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白总 保彪同志 你今天打算矿工吗 没有啊 现在几点了 来得及 现在打个车马上追到公司 你快点下来吧 我就到你家楼下了 什么 不好意思 你可是第一个让老板等的保镖啊 其实下次我可以自己去公司 没关系 我今天顺路 你会开车吗 会 今天你来 我最讨厌开车了 以后你来接我上下班好不好 好 是 怎么了 今天晚上有个酒会 对 你其实一跑有点不太好事 你其实一跑有点不太好事 小雪 法国那批宝石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吗 应该在今天下午 约定的是上午 为什么 好 马上传 出来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还有 程总在泰国那边有反馈了吗 好 我马上整理 十五分钟以后告诉我 是 这车该是谁呀 谁呀 我终于明白 这车就是传车中三百六十度 你怎么想了 怎么样子了 你老公 升哥 你在哪儿啊 马上下午再来一趟 知道了 马上过去 你必须得走肯定有事 到晚上我马上回来陪你啊 好吧 挺好 林总 靳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白晋小姐 白日山老板的宝贝女儿 这位是王总 你好 罗总 你好 你们先聊吧 你的朋友 这个是你们叔叔 他是我爸多年的好朋友 哥 哥 你怎么才来啊 天姐 我听大哥说 前几天你差点出事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对啊 也不知道他是惹了谁了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上回救我的领导 他叫高俊飞 哦 我听说了 幸亏有你在 要不然进去就真出事了 万分感谢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是白天 静静的二哥 你好 他因为我都被警校开除了 你是警校的 现在不是你 好尊敬的各位贵宾 尊敬的各位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光临 我们双目林的拍卖会 老公你别生气了吗 什么就不生气啊 几点了 你看几点了 所有人都等你 我大哥怎么当 那我答不太漂亮 不还说得了你用面子吗 谁不认识你 谁没见过你 你答不成这样干嘛呀 你给谁看呢 你说几点了 你看看几点了 人约我几点 神经病 大家都是双目林 多年以来的老朋友 老伙计 没有大家 就不会有双目林今天的成绩 林伟群在此感谢大家 今天我还想感谢一个人 没有他 就不会有双目林的今天 没有他 也就不会 使我懂得慈善 对于人生的意义 他就是 我们珠宝行业 赫赫有名的大亨 白荣山 白先生 遗憾的是 白先生因为出国公干 没能来到我们 酒会的现场 为此 仅允许我提请一位 能够代表白先生的人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有关慈善的话题 他就是 我们白荣山先生的女儿 白荣小姐 白荣小姐 大家好 我第一次对慈善有直观的认识 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去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到了那儿我才知道 原来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 居然有那么一群吃不饱 穿不暖 甚至上不起穴的孩子们 他们那种眼神 干净而又惶恐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我和我父亲说 我可以帮帮他们吗 把我的文具和玩具送给他们 我父亲笑着跟我说 当然可以啊 这是你应该做的 并且等你长大了以后 你要做得更多 谢谢大家 好朋友们 我们的白荣小姐不但美丽漂亮 同时呢 也是我们双木林芝芝的珠宝剑警师 今天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白小姐 为我们的今天的第一款拍片 做现场的介绍 大家掌声有请 这款是一颗产自斯里兰卡的 宝石级钢玉 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 蓝宝石 我跟我错了吗 我知道错了少看 我刚 我这下车给弄不住了 还想要吓唬呀 别能这样吗 你上过来 你看你啊 你不知道错了就 我知道错了就 你 Get a 亲姐 嗯 送你了 我不要 你还是送给我未来的嫂子吧 你未来的嫂子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不要别后悔 好吧 那我先替你收拾吧 哥 找的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怎么结束了 几点了都才来 等你等的黄花菜都凉了 近回有我二哥在 看见没有 都是等你摸摸摸来摸去的 摸着摸着 几点了人都结束了 那个谁啊 你去吧 静静给我送走 好 我跟二哥说点事 走吧 掌握他们所有的贩毒证据 另外最主要的是 帮我们找到一个叫站位的 为了考验你的能力 你先帮我个忙 什么事 你带着我 帮我想个办法 甩掉你的前任 行了行了 你还英雄救美了 我跟你说啊 以后只能救我 不能救别的女孩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她就是上回救我的女男孩 她叫高俊飞 参加这种场合你还不习惯吧 还好啊 我之前没参加过这样的酒会 对了白总 那块石头真的值一百万 你说她值她就值了 没想到你阿哥真的会花那么多钱把她拍下来 她肯定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她呀 还有 善良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个肥仔坤 胆子也够大的 居然 她要是想死我就不拦着她 她身边有我的人我随时可以干掉她 我跟你说我现在想着她我就有恶心 只要静静没事就好 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我知道 哎对了 你见过静静身边那小子了吧 就是被警校开除那个 对啊就是那高俊飞 我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上次肥仔坤那个事 就是他在静静去的 搞得我一肚子火 没事这两天我让杜磊看着呢 喂喂圣哥 喂雷子那边什么情况 没事 我一直在在这盯盯盯着呢 什么事都没有 你放心 圣哥 你他妈放屁呢吧你 我刚刚看到他 你是不是有病啊啊 你能不能长点心 圣哥 不能啊 我一直在在这看着呢 废用 哎呀 你也别气 肚里最大的好处就是忠心 现在这样的人 越来越少了 那个高俊飞真的是被警校开除的吗 是吧 哥啊 啊 你应该看个无间道吧 搠一下吧 你有没有什么 你应该看个无间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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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任务是想办法打入败价 掌握他们所有的贩毒证据 另外最主要的是 帮我们找到一个叫张伟的 看什么呢 小雪 好记性 我想问你 你们公司那么大 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名字 很多都在其他的分支机构 比如仓库啊食材厂什么的 那这个人呢 为什么划了线呢 辞职了 他调到白总哥哥的公司了 那你见过那个专伟吗 俊飞 白总好 我想出席一下 好 雷哥 俊飞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快快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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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特别上档次 你知道吧 你看 小红沙发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尝尝这个 行 谢谢 特别好好吃啊 好喝 怎么样啊 跟白总累不累 不累啊 今天上午一直在公司待着 啊 上午就去了 对啊 白总一大早就来接着我 啊 那什么 白总这人特别好 你知道吗 但是他就不愿意让人跟着他 总玩消失 他也就是我能跟得上的 对了 雷哥 对了 你的胳膊好了没有 没事了 特别好 身体胖棒 吃门门江 我猜 雷哥以前肯定是练过功夫 对吧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你说吃 尝一个尝一个 这个 这个 特别辣 特别好 好得是 是吗 我跟你说 越吃越辣越好吃 你知道吗 嗯 真的很辣吧 怎么样 啊 哎呀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伟 他也特别能吃辣 经常拿那个馒头蘸辣椒面吃 我也认识一个叫张伟的 公司财务部的 也特别能吃辣的 是吗 他多大了 比我小一岁 哦 那那咱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 不 没 那没事 不是一个人没事 哪天给他整在这儿了 让他来好好吃一吃 比一比 看谁能吃辣的 好啊 嗯 那明天行不行啊 明天 这算了 那小子废了 怎么 怎么了 我跟你说 就那小子 算了 你还是别打他了 你知道吗 知道的越多 对你没什么好处 你知道吗 我有个姐妈 做服装设计的 让我去给你走个秀 嗯 到厦门 可能打三天回来吧 今天上个挺累的 明天再说 哦 好吧 好 拜拜 他怎么补 补上楼呢 他怎么补 补上楼呢 这次 ANJ的品牌推广活动 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 那这次活动的成功与否 直接影响到我们公司 在意大利的宣传力 你谁呀 我是白总的保镖 保镖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哦 我 我新来的 哦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好 白总 我刚到 来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 陈锋 这位是高俊飞 我的 保镖嘛 刚才他已经跟我说过了 没办法 你出差这段时间 实在发生了太多事 白总啊 今天你有别的安排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有点事 想出去一趟 好啊 你开我的车去 谢谢 坐啊 嗯 你这次泰国经历怎么样了 挺好的 对了 我给你带了一件银银银 谢谢 下午两点半 金城上杀四统的下午特定店 哎 胜哥 那小子不知道他要去哪儿啊 我 我一直听 听着呢 你 好 放心 胜哥 spoiled excit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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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